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认知突围》,副标题叫做复杂时代的明白人。 这本书大约16万字,我会用大约26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精髓,如何用认知优势提升你的竞争力。 说到思维认知,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有一只水瓶被软木塞塞住了,如何在不把出瓶塞不打碎瓶子,也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喝到里面的水呢? 认知受困的人会说,这不把瓶塞怎么喝水呀? 而认知水平高的人会想,既然不让把瓶塞,那就把瓶塞按入瓶子内,这样我就行了。 其实,这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体现了人与人之间认知水平的差距。 正如黑格尔所说,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思考让人类成为了万物之灵。 心理学中,思考也被称为认知,指的就是人获取知识,并进一步应用和加工知识的过程。 有认知,就有认知层级,也就有认知限制。 认知层级的不同,导致了思考维度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这样被拉开了。 可以说,认知的差别是人与人之间最本质的差别。 努力提高认知水平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只有持续升级自己的认知水平,才能获得更大的事业和格局。 那么,认知对一个人如此重要,我们又该怎样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用认知优势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呢?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认知突围》,就是一本非常实用的认知升级工具书。 它系统地讲述了人们在思维认知上的种种无区,和与知对应的破解方法。 本书以清晰的逻辑思考为基础,运用平时的语言,对知识、金钱、时间等一系列人生重大问题,进行了手术刀斑的拆解, 让你能够清楚地看清自己,看清他人,看清世界,从源头上升级你对人生重大问题的基础认知, 理解种种表象背后的道理和底层逻辑,帮助你拥有先人一步的竞争力。 这本书的作者蔡磊磊,高智商协会门萨盛汗双会员,是一战式知识服务平台蚂蚁私塾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30万家公众号请便的主理人,江湖人称蔡叔。 作者蔡磊磊对人对视的洞察力极其深刻,她总能够用简单朴素的文字, 集中读者内心的认知盲点,带给人豁然开朗的情绪体验。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我就来为你详细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升级你对机会的认知, 利用现有资源研发一个最优的初级产品,一招提升你创造机会的竞争力。 第二个重点是,升级你对知识的认知, 通过价值判断,深度思考,分享, 三步打造你构建知识体系的竞争力。 第三个重点是,升级你对时间的认知, 依靠明确目的,减少损耗,屏蔽干扰, 三个方法提高你使用时间的竞争力。 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升级你对机会的认知。 有一次,柏拉图问老师苏格拉底, 怎样才能找到理想伴侣? 苏格拉底没有直接告诉他答案, 而是叫他到麦田里走一次, 并且在途中摘一颗最大最好的麦穗, 但是只能摘一次,而且持续前进,不能回头。 柏拉图觉得这很容易, 就信心满满地走进了麦田。 结果,柏拉图空手而归。 他对苏格拉底说, 我看见一株不错的麦穗, 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 还想再看看有没有更好的。 当我走到麦田尽头的时候, 才发现手上一颗麦穗也没有。 这个故事像起了我们的人生, 商店给每个人都安排了一次寻找麦穗的机会。 机会难得, 因为没有回头路让你走。 只有用好手里的机会, 才能找到那颗最大的麦穗。 有的人刚刚进入麦田就找到了, 比如25岁的爱因斯坦。 他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物理学, 2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六篇权威论文, 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光亮子假说。 有的人在麦田里东张西望, 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麦穗。 那些没有找到麦穗的人, 通常会认为那些很快就找到的人, 只不过是上天垂青他们。 然而真的是如此吗? 那些顺利找到自己人生麦穗的人, 真的就是上天眷顾他们吗? 还是那些只会抱怨的人, 在他们的认知里, 根本就没有理解到底什么是机会呢? 其实, 很多人一直以来都误解了机会。 机会指的是, 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有利的可能性, 而且这种可能性随时随地就能碰到, 只不过大多数人并没有满足开启的条件罢了。 有这样一个例子, 2006年9月, 李玉刚在星光大道上一炮而红, 一个东北农家的普通小伙子, 从星光大道的选秀明星, 到登上央视舞台, 再到中国歌舞剧院的独唱演员。 李玉刚展现给观众的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一曲新贵妃醉酒, 不知道迷倒了多少人。 仔细想一想, 李玉刚能红真的就是他机会好吗? 正如日本歌舞纪大师班冬玉三郎对李玉刚的评价一样, 一位演员得到多少掌声, 心中就有多少苦难。 熟悉李玉刚的人都知道, 李玉刚的机会都是靠拼搏换来的。 李玉刚十八岁考入吉林艺术学院戏剧系, 因为家里负担不起学费, 只能辍学外出床的,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艺术追求。 一色我然的机会, 李玉刚在铸场歌厅用反传的形式演唱了一首歌曲, 竟然大受好评。 这让李玉刚看到了自己的歌唱方向, 于是萌生男扮女装的想法。 从此,李玉刚耗尽积蓄四处办师学艺。 他先后追随著名声乐教授周文琴, 知名舞蹈家沈梅毅, 京剧表演艺术家胡文革等名家学习。 经过五年多的刻苦训练, 这才在星光大道上一举成名。 换句话说, 就算是李玉刚有上星光大道这个机会, 但如果李玉刚没有过硬的本领, 他也很难一路过关斩将, 取得娇人的成绩。 所以, 机会从来不是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 而是要靠不断积累自行开发出来的。 机会就像一幅拼图, 没有前面积累的碎片, 你就很难拼出下一个图形。 知道了这些, 你还能抱怨老天没给你机会吗? 还会说别人的成功都是因为上天的眷顾吗? 其实, 机会一直都在, 只不过是你还没有足够的积累, 没有满足开启它的条件。 好了, 现在我们重新升级了对机会的认知, 那么普通人又该如何创造属于自己的机会呢? 作者要我们从当下做起, 利用现有资源研发一个最优质的初级产品, 然后再不断地迭代更新, 慢慢积累开启机会的能力。 很多人明白了开启机会要靠积累的时候, 马上就泄气了, 甚至会找借口说, 哎, 你看我现在年龄大, 脑袋也不灵光了, 我还积累个什么呢? 干脆就这么混下去好了。 一个人要是有这种想法, 那可真是不会再遇到机会了, 毕竟,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对于任何一个领域, 哪怕是看似对你来说机会渺茫的领域, 与其浪费时间在那里抱怨和犹豫, 还不如先坐起来试一试。 有段时间, 最小化可行星产品这个说法很火。 说的直白点, 就是根据用户需求, 用最快的方式, 制造一个最优质的初级产品, 投放市场后, 根据用户反馈, 在不断地更新完善。 这个概念来自于精益创业这本书, 这是一个基于产品开发的概念, 但是用在创杂机会上也一样适用。 比如说, 你在目前的工作岗位上 看不到任何生殖加薪的希望, 你非常想换一份工作, 但是短时间又没有合适的机会, 你该怎么办? 这时你就可以先做一个最优质的初级产品, 自己创造出一个新机会来。 你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 假如我将来能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 那我能从现在的工作中学到什么呢? 我们知道, 知识是专用的, 但能力是通用的。 现在大部分职场能力 是可以迁移的, 你现在手头的工作不可能一无是处吧, 总有可取的地方。 你把这个岗位上可取的能力打磨好, 到了下一个理想的岗位, 没准就能用上了呢。 再假如, 我将来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 我现在能迈出的最小一步是什么? 也就是说, 你要问自己, 为了将来的理想工作, 你现在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最优质的初级产品? 你也许将来想做编辑, 那么, 你能不能试着去豆瓣写一些高质量的书评? 又或者, 你想成为一名畅销术作者, 那你能不能从写好一个博客开始? 总之, 重新理解了机会之后, 你就要从当下开始先做起来。 当你开始做出一个最优质的初级产品, 通过不断地迭代更新, 慢慢积累, 这样你就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机会了。 说完了升级对我们机会的认知, 利用先有资源研发一个最优的初级产品, 一招提升创造机会的竞争力。 我们接下来说第二个重点, 升级你对知识的认知。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领》 有一位逆天的人物, 她不仅拥有惊人的美貌, 而且从小就饱读天下武学秘籍。 可以说, 她是一位极美貌与智慧与一身的女子, 她就是王雨嫣, 被段玉赞为神仙姐姐。 照理说, 这位神仙姐姐属知天下武学知识, 应该武功了得才对。 可是为什么每次危难关的红, 王雨嫣都成了别人的俘虏, 自己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呢? 这就要说到知识的层次了。 知识是有层次的, 我们可以把知识由低到高分为四个层次, 分别是信息知识, 加工知识, 体系知识和智慧。 第一个层次是信息知识, 就是我们从外界直接摄取来的那部分信息。 比如说, 我们从教科书里直接得来的知识, 就是信息知识。 信息知识就像一些智力问答栏目里, 专门考的一些生体知识, 看上去挺厉害, 但是却不能产生实际的价值。 前面我们提到的神仙姐姐王雨嫣, 她掌握的武学知识, 其实就是信息知识。 所以, 就算王雨嫣把天下武学都记在脑子里了, 可还是打不过坏人。 第二层是加工知识, 是将外界摄取的信息进一步思考加工得来的。 比如, 你听到了一个理财知识, 年收益率高达20%, 你对这个知识进行思考后发现很不靠谱, 这极有可能是金融诈骗, 这就是加工知识。 加工知识与最初的信息不同, 因为它融入了你的思考创造。 第三层是体系知识。 体系知识是个系统包含很多加工知识。 要想形成体系知识, 需要对一个领域进行长时间信息摄取和加工思考, 并有意识地研究知识之间的关联。 第四层是智慧。 智慧是一种指导行为的反应, 由大量体系知识作为基础, 它并不是具体的, 而且智慧只能由自己产生, 不能由他人传授。 换句话说, 有他人传授的顶多算技巧。 现在, 我们已经重新升级了对知识的认知, 那么, 我们该怎样打造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呢? 主要有三步, 第一步是对知识的价值做出正确判断。 我们说知识分为四个层次, 不同层次的知识对我们的价值是不同的, 只有把信息知识转变为更高级形式的知识, 这个时候知识的价值才会体现出来。 别人能传授给我们的知识, 只能是最底层的信息, 也是最容易得到的知识。 很多对知识不了解的人, 经常会把最底层的信息当作知识的最高形式。 另外, 同一级的知识也有价值的差别。 也就是说, 有些知识是孤立的, 很难和其他知识产生化学反应。 比如说, 孔一级知道会有四种写法, 这当然是一种知识, 但是这样的知识知道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能产生多少价值呢? 所以说, 只有那些能够和其他知识产生联系, 那些应用范围更广的知识, 他们才是有价值的知识。 第二步, 是要通过深度思考完善你的原知识。 所谓原知识, 就是思考知识的知识, 是对知识的使用与控制。 通俗地说, 原知识就是对自身思维过程的认识。 查理芒格说, 人类只有发明了方法之后才能快速发展, 我们只有学习了学习的方法之后才能成为高手。 要打造正确的知识体系, 就必须保证自己拥有完善的原知识体系。 比如, 有的人花费大量时间研究涌动机, 可是涌动机早已经被科学界证明了是伪科学, 一个人就算花费再多的时间也不可能发明涌动机。 想要发明涌动机, 就是原知识不足的表现。 那么, 要建立狼抗的原知识体系, 就必须运用深度思考的方式。 深度思考是对底层知识的修正过程。 深度思考就是要发现错误, 及时修正原来的知识。 如果接触到与当前知识体系不符的东西, 能够用辩证的理性的态度来看待。 当我们遇到一个新知识后, 我们可以采取从相反的立场深度思考, 从对方的立场多想几次。 比如说, 一个地方要建设风力发电厂, 有一种观点认为, 风力发电机组会制造磁场干扰, 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那么, 当你听到这个观点后, 就要开始从反方向深度思考了。 风力发电机组会制造磁场干扰吗? 这种说法可靠吗? 有哪些调查研究能够证明呢? 这样一来, 事情的本质就能慢慢浮出来了。 第三步是分享。 分享是对现有知识体系的记忆和强化, 交汇别人才是最好的学习, 这就输出倒逼输入的意思。 而且, 分享还能强制我们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 因为分享之前, 我们会认真梳理和完善自己的体系, 会考虑如何把知识有效传递给他人。 这样一来, 就能把自身知识体系不足的地方补充完整。 不仅如此, 在把知识传递给他人的过程中, 你还会获得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和反馈。 这些建议和反馈对于打造知识体系特别有帮助。 这就好比, 软件公司雇用了一批黑客帮助查找软件漏洞, 分享就相当于免费雇用了很多测评师, 给你的知识体系查缺不漏。 说完了对知识的认知升级, 我们来说说最后一个重点内容, 升级你的时间的认知。 网上曾经流行过一张人生电池比例图, 就是把不同年龄段剩余的时间, 用电量不同的电池直观地显示出来。 当我们的余生用图表形式显示出来时, 才发现原来这么短暂。 这是因为, 当时间流逝的时候, 我们通常只有一个抽象的概念, 所以不足以引起警惕。 但是当你看到人生电池比例图, 发现自己的电量逐渐被消耗的时候, 很多人就有直观印象了。 手机没电了, 可以再充电, 人生的电池没电了, 真的就充不了, 因为时间是不可逆的。 但是我们却可以想办法, 减少人生电池的耗电量, 提高它的使用效率。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减少时间的无畏消耗, 提高时间的利用率。 那么, 具体该怎么做呢? 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明确任务目的, 列出任务清单。 有句话说, 没有方向的航船, 在哪个方向都是逆风。 同样的, 你在做一项任务的时候, 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目的, 任务一旦启动, 你就会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撞。 不仅白白浪费了时间, 最终任务也没有完成。 所以, 高校利用时间的第一步, 就是设定好一个明确的目的。 我们来举个例子, 一位哲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组织三组人, 让他们分别沿着十公里以外的三个村子步行。 第一组人不知道村子的名字, 也不知道路有多远, 只告诉他们跟着向导走就是了。 刚走了两三公里, 就有人叫哭, 走了一半的路, 甚至有人坐在路边不愿意走了。 第二组人知道村子的名字和路段, 但是路边没有里程碑, 他们只能凭借经验估计行程的时间和距离。 走到一半的时候, 有经验的人判断, 应该是走了一半路程了。 可是走到四分之三的时候, 大家开始情绪低落, 觉得疲惫不堪, 有人就开始放弃了。 第三组人, 不仅知道村子的名字路程, 而且公路上每隔一公里就有一块里程碑。 人们边走边看里程碑, 每缩短一公里, 大家便庆祝一下。 行程中, 他们用欢声笑语来消除疲劳, 很快就到达了目的地。 第三组人, 就是因为有了明确的任务目的, 才能顺利走完全城。 有了明确的任务目的之后, 接下来就是列出任务清单了。 所谓的列清单, 就是把当天要完成的任务, 条目式地列在某张变签上, 或者是手机变签上, 然后, 开始照着任务清单, 一键键去落实, 完成一键就画掉一键。 这样不管多复杂的任务, 都能高效完成, 时间也不会被浪费。 比如一台手术, 算是一种非常精密和复杂的任务了吧。 你想, 要想做好一台手术, 从开始到结束, 那得准备多少器械? 什么剪刀, 钳子, 纱布, 勾针等一系列的工具, 真的是一个都不能少。 这些器械用一位护士来专门管理, 那是远远不够的, 还得加上一位巡回护士来协助, 才能保证不出差错。 那么, 列出了任务清单后, 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列出清单后, 其实就是列出了一系列 必须严格执行的步骤。 开始手术之前, 护士就按照事先列好的清单, 清点好器械,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手术时 出现器械遗漏, 而且手术任务的时间效率, 也因为清单的使用而大大提高。 第二个方法是减少后台运行, 降低切换频率。 相信大家都有这样一种体验, 就是打开几个手机APP后, 发现手机运行有点卡, 用手机管架一查看, 后台运行了好几个APP, 手机内存都被占用了, 难怪手机会这么卡。 生活中, 很多人在进行某项任务的时候, 遇到一些瓶颈, 通常会选择将这个任务暂时搁置, 随后就去处理一项新的任务。 在新的任务遇到瓶颈的时候, 又转而去处理另一项新的任务, 这个过程就有点类似手机的多任务后台运行。 这对于时间使用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刻意回避问题, 每个任务都卡在了关键的地方, 每样任务都抚不起来。 出现这种情况后, 你就会越来越烦躁。 你的后台任务这么多, 当你处理A任务时, 你其实心里一直惦记着B任务。 当你处理B任务时, 又同时惦记着A、C、D任务, 你会发现自己无法集中注意力。 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已经满载了, 处理不了这么多分线任务了。 而且多线程任务还存在隐性损耗的弊端。 研究表明, 我们的大脑如果被突如其来的事情打断, 半小时后, 当你重新回到电脑前, 至少要花五分钟的时间整理, 才能回到之前的活跃状态。 这五分钟的时间就是损耗, 切换越频繁, 损耗就越大, 这就造成了时间效率的低下。 在完成一个任务时, 应该尽量在一个整块时间内, 最大限度地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任务上, 把这个任务处理到阶段性收尾, 不要留下尾巴。 同时, 尽量不要多线程处理事情, 因为要避免频繁切换任务带来的隐性损耗。 举个例子来说, 庄子里有个驼背老人捕蝉的故事。 孔子到楚国去, 走到一片树林, 看到一位驼背老人在捕蝉, 就像是在捡掉在地上的东西一样简单。 孔子很好奇, 就像这位老人请教有什么诀窍。 驼背老人告诉孔子, 他的诀窍就是, 用之不分, 乃宁于神。 也就是注意力高度集中, 疑似只做一件事。 驼背老人在做任务的时候, 几乎没有受后台切换的影响, 所以才能高效完成任务, 时间利用率得到极大提升。 第三个方法是远离噪声干扰, 寻找高效时间段。 日常生活中, 我们周围充斥着各种信息噪音, 打开网页, 看看网上都在传播什么, 通常都是一些和银箱八卦有关的信息。 这些热点通常只有一天的热度, 热度过了之后, 人们的注意力又被新的热点所吸引。 假如你每天看了这样几十条的信息, 三年之后你又能记住多少? 毫无疑问, 这些信息就是噪音干扰, 这对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可是, 通常我们难以做到 不被网上的各种热点吸引, 那么, 我们就人为制造一个热点屏蔽环境。 比如, 你可以在工作的时候断掉网络, 人为屏蔽干扰信息。 或者, 当你开始工作后, 就把手机调成静音, 然后把手机放在 离自己工作环境远一点的地方, 这样你就有了一整段 无干扰的工作环境了。 除此之外,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高教时间段。 比如, 有的人喜欢在早上工作, 觉得头脑清晰, 有的人只有到了晚上才会财思泉涌。 那么,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高教时间段 来分配相应的任务。 无论是早上还是晚上, 只要适合自己的节奏, 这时就可以在 没有信息噪音的环境里 开展相应的任务, 这样你的时间就能被高教利用了。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重点内容。 首先我们讲到了,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机会, 这种可能性是随时随地都能碰到的, 只不过大多数人因为积累不够, 并没有满足开启的条件。 那么, 要想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机会, 最好的方法就是立足现有资源, 做出一个最优质的初级产品, 然后不断迭代更新, 慢慢地改进。 等积累到一定程度, 你就有足够的能量开启机会了。 其次我们讲到了, 知识分为四个层次, 也就是信息知识, 加工知识, 知识体系和智慧。 打造知识体系的三个步骤, 首先, 要分析哪些是适合我们的有效知识, 将需要的有效知识挑选出来。 其次, 要通过深度思考, 不断完善自己的原知识。 通过提升知识的层次, 将信息知识转化为加工知识, 并进一步打造出体系知识, 甚至是智慧。 最后抓住各种机会与他人分享, 获得反馈, 不断查缺不漏。 最后我们讲到了, 时间是不可逆的, 提高时间使用效率有三个方法。 首先, 要明确任务目的, 列出任务清单。 在任务开始之前, 就确定好要达到什么结果, 并把相关的步骤列出来。 其次, 是减少后台运行, 降低切换频率。 在做任务时, 尽量一次只做一键任务, 而且要做到收尾, 不要频繁切换任务。 在此, 是远离造声干扰, 寻找高效时间段。 人为屏蔽各种干扰信息, 在自己高效时间段内, 用整段时间专心完成任务。 请不吝点赞,